由于害怕回家后会感染新冠病毒 这位来自于美国加州的男子 就决定住在芝加哥欧海尔国际机场 长达三个月都没有被发现 现年36岁的Adidas Singh是一位失业男子 他宣称自己在2020年10月中抵达芝加哥 但是受到疫情的印象 他不敢回到加州 最后躲藏在机场内一个安全的避难处 一切就这样看似神不知鬼不觉 但1月16号却被机场人员逮个正着 根据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 两名联合航空的人员直讯Sing的身份 拒保他脸上当时戴着口罩 并出示挂在脖子上的联合航空员工识别证 结果是一位营运经理的识别证 这位经理在10月26号通报识别证遗失 而那一天正是Sing的航班 抵达芝加哥机场的一周后 芝加哥警方随后到场将Sing逮捕 调查时Sing坦言 自己在10月19号降落在欧海尔机场 但因为太害怕新冠病毒 所以不敢回家 于是他决定住在机场 同时也提到住在机场的这三个月 他都靠飞机上提供给乘客的飞机餐果付 不过我们目前仍不清楚 当初Sing去到芝加哥的动机 Edita Sing先前并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 但这次因为擅闯机场管制区域 和轻度窃盗的罪名而遭到起诉 目前Sing仍受到警方拘留 只要交付新台币约3万元保时金 即刻离开 埃及民烘焙师傅为了生日派对 制作杯子蛋糕 而上面却用了男性生殖器来做装饰 因而遭到当地警方逮捕 1月10号在Jazeera俱乐部 举办的生日派对上 这位年长的女烘焙师 制作了形状向男性私密处的杯子蛋糕 后来警方突击她在开罗的家 将她逮捕 知情人士告诉当地媒体 女子表示 俱乐部会员到店里订蛋糕 她只是遵照客人的要求 据她表示 当时这些会员 给了她一张弟弟的照片 要她为生日派对 做生殖器形状甜点装饰的蛋糕 但是参加生日派对的开罗大学教授 74岁的Soyer Alatar 却有不同的说法 她告诉El Watan新闻说 参加派对的每个人看到蛋糕 都很惊讶 根据Alatar的说法 这些GG的形状的蛋糕 是送错了 本来应该是要送到单身派对上的 后来有几个参加生日派对的人 拍了蛋糕的照片 分享到社群媒体上 才爆红传开 根据中东之眼的报道 事件发生之后 Gizira俱乐部的hashtag 在埃及社群媒体上成了热门话题 在以违反公众道德被逮捕之后 烘焙是以约8900块新台币交保 被埃及警方释放 事件发生之后 埃及青年体育部 于1月18号成立了法律委员会 针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埃及东部省Husseine区议员 Haleh Abdelmoula 也要求青年体育部长 结散Gizira俱乐部 并撤销所有设施成员的会员资格 他批评 该事件不只违反 因新冠病毒制定的保持社交距离原则 也违反了宗教习俗 与此同时 当地媒体YUM7报道 1月17号Gizira俱乐部负责人 决定暂停聚会 直到调查完成 这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新冠肺炎隔离屋 你觉得中国花了多少时间 来打造如此大规模的隔离营呢 根据CNN的报道 由于近日石家庄的疫情实在严重 城市再次实施封城 影响了数千万人民 因此中国极建这座能够容纳 4000人以上的大规模隔离屋 这座隔离营位于石家庄郊外 离北京不远处 而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自1月13号开始 建造第一区营区之后 现在已建设完成 随时可以作为使用 由于先前中国成功地控制住疫情扩散 对于突然又出现重灾区 使官员政府相当震撼 接下来倒数农历新年 现在还得考量到数百甚至上千万民众 即将返乡过节与家人团圆 近日成为重灾区的石家庄当局 已经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筛检 以及严格封城 将好几个村庄暂时转移到隔离屋 避免散播病毒 全新隔离屋将容纳新冠确诊病患 以及密切接触者 当局也将维持大范围的追踪 以及筛检计划 科学家们在我们的银河中 发现了一颗会吃掉自己半星的星星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根据科学新闻网站 Life Science引述论文寓印本网站 Archive的一篇论文报道指出 天文学家近期发现一种 会吸食半星的脉冲星 当一颗超巨星的核燃料耗尽之后 便无法再支撑自己 抵御重力的内拉力 那么超巨星便会在超行星中崩塌 这种现象发生后 会留下一颗中子星 而且只要有足够的电磁辐射 中子星便会形成一颗 能够每秒旋转数百次的脉冲星 并且能够发出扫过地球的辐射数 每30毫秒或是更短时间内 才旋转一次的脉冲星 如果是跟一颗半星紧密 环绕在轨道上 这一种脉冲星便会被称为 蜘蛛星Spider Stars 其中一些高能量的恒星 如果把半星的质量 降低到小于我们太阳质量的 十分之一 那么就会被称为 黑寡妇星Black Widow Stars 如果这些半星 大于我们太阳质量的 十分之一 那么其他的半星 就会被称为红背星Red Bags 这种半星在经过脉冲星和地球之间时 会将脉冲星遮住 在一篇尚未经过评审的新论文中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 在银河系中发现了 三颗黑寡妇星 和一颗红背星 除此之外 他们还发现了 看起来像是某种混合体的 第三颗恒星 这一颗恒星的半星大小 介于黑寡妇星和红背星之间 研究团队于12月时 赶在波多利哥的 阿雷西伯天文台崩塌前 使用了望远镜 发现了这些现象 今年1月时 占据北非和中东 大范围领土的 撒哈拉沙漠 近下起雪来 距离该地区首次降雪 已超过50年 当地摄影师Karin Bouchtada 分享了几组雪景美照 画面中可以看见 白雪飘落在沙漠黄沙上 在阿尔及利亚 爱因塞弗拉市的一处小沙漠 形成白黄相间的绝眉景象 据Esquire Middle East报导 将雪范围涵盖部分阿拉伯世界 包含阿尔及利亚 利巴嫩 伊朗 和叙利亚 然而整个阿歇尔地区的 积雪量最高 特别是鸿海沿岸的南麦加地区 撒哈拉沙漠曾于1979年 2017年和2018年下过雪 不过2021年1月 却是史上最寒冷的一个月 曾测量到最低温零下两度的记录 国家气象局的官员 向海湾新闻揭露此自然现象 并表示 现在要说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最寒冷的冬天还研制过早 不过今年1月 确实是最寒冷的一个月 他也提到目前天气 预计将会一路冷到2月 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最近发生大洪水 除了人类以外 动物也需要援助 TikTok账户 Adinsert于1月19日上传一部影片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群年轻人 正在拯救一群受洪水所苦 全身湿答答 又饿肚子的流浪猫 这部抖音影片 上传时还配上字幕 希望洪水可以快点消退 这些可怜的猫咪 在外面挨饿又受冻 此外还搭配一个哭哭的贴图 以及标签 Hashtag Pray for Calcio 意思是要为南加里曼丹省其福 影片中可以看见 多只猫咪坐在竹筏上 要被送往安全处避难 而洪水水位高达成人的小腿 保力龙箱子里面 也装了几只小猫咪 其中有只猫咪全身湿透 准备要离开洪水处 影片中也记录 有几只猫咪跳到屋顶上自救 影片最后一段显示 救援流浪猫后 喂食它们的画面 这部影片迅速在网路上爆红 并且涌入29万人按赞 以及5700次转发 许多网友在留言区写下感谢的话 因为账户的用户 和朋友自愿帮助这些流浪猫 该账户的用户也提供平台 让那些想要帮助南加里曼丹省 受洪水影响猫咪的民众能够捐款 而部分的捐款则用来购买猫饲料 1月22日早晨 账户用户又上传一部影片 有许多人跑到多处洪水灾区 喂食流浪猫 画面中也可以看到有些人 费尽千辛万苦 跑到屋顶上要喂食猫咪 希望猫咪和其他动物 都能撑过这次的天灾 同时也期盼南加里曼丹省的洪水 能够快快消去 锦里是一种观赏鱼 根据其花色和大小 可以翻射到十分昂贵的价格 但是如果用锦里当作配菜 你觉得如何呢 而马来西亚的一名女子 就把她的日本锦里 拿来煮柠檬草冬鹰鱼汤 这位女子Amanda Omitra 在1月17号上传了 她死掉的宠物鲤鱼的照片 以及煮汤的照片到FB社团 她表示锦里吃起来就很像鲜鱼 她还告诉Coconuts KL说 她要用鲤鱼做的下一道菜 会用姜黄来调味 根据Coconuts KL的报道 Amanda过去四年来 在自家的鱼池里养了40只锦里 但上周有其中20只死掉了 因为她的用人忘了打开氧气罐 Amanda决定与其浪费 不如把死掉的鲤鱼煮来吃吧 在用了几只死掉的鲤鱼之后 根据报道 Amanda又在1月20号 买了另外30只锦里 小型锦里大约为新台币3400元 而大致的月为新台币6800元 现在Amanda大约有50只锦里 不过谁知道这些鱼儿的命运 到底是会被冲还是被煮呢